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年花惹笑,眼波,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制作,千雪 第1047集 赵晓晓,侧头看着剑衣,只是一眼便收回视线 她抿了抿唇,红着一张脸,摆了摆手 无须言谢,九儿,我听说你受伤了,这里的药材也是给你带的 你和剑衣多吃一些,希望你们两个人的身体都能快些好起来 那天,我都快被你们吓昏了,幸好你和剑衣都没事 小小,谢谢你的关心哦,我们都没事的 凤九儿回头看了一眼,摆了摆手 小樱桃,带小小去休息一会儿,上午之后我们恐怕就要动身了 嗯,好,小小,来,我带你去休息 小樱桃来到赵晓晓身后,赵晓晓却看着剑衣,有几分舍不得离开 晓晓,放心吧,等会儿,九儿还要给剑衣治疗呢 有你带来的补药,剑衣不仅脸上的伤没事,身体上的伤也会好得更快 嗯,赵晓晓,点点头,用力咬了咬唇,转身跟上小樱桃的脚步 两人离开帐篷一会儿,赵晓晓回头看着小樱桃,眨巴着眼睛 小樱桃见她欲言又止,举步向前轻声问道 晓晓,怎么了 小樱桃,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都看得出我喜欢剑衣的事 小樱桃对上她的视线,微微愣了愣,微微仰起嘴角,眨了眨毛 还好吧,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小樱桃不想说谎,这谎话也实在是说不出口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赵晓晓的心思,她还能装作不知道吗 啊 赵晓晓,停下脚步,看着小樱桃,紧紧皱着月眉 有这么明显吗,那可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小樱桃,轻轻蹴了蹴眉 看见赵晓晓着急成这样,小樱桃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肩膀 没事啊,喜欢就喜欢,我们都是江湖儿女,无须太计较的 赵晓晓,脸了脸神,点点头,但她的眉心再次皱起 我可以不理会别人的想法,可我不知道剑一是怎么想的 要是她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办呢 哼,这个啊,嗯,喜不喜欢的,我也没办法呀 感情的事情,不管是谁都不好控制,谁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 自己呢,你说,是不是 赵晓晓,深吸了一口气,收回视线,继续往前 你说的对,但既然也确定了,我才不要轻易改变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剑一也会喜欢上我的 赵晓晓的话,小樱桃无从回应,剑一会喜欢谁,她怎么知道呢 小樱桃举步跟上,并没有再说什么 今天是确定具体路线的日子,赵晓晓将与黑峡谷有关的地图和书籍通通都带了过来 去查探情况的行子舟昨天也连夜赶回来了 帐篷里,龙飞燕,凤九儿,赵晓晓,行子舟,乔木,围着不大的桌子坐下 其他人站在四周,唯独身体还没有恢复的剑一,坐在不远处 赵玉生将整理好的地图平放在桌面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 大家现在看到的地图,几乎包含了整个黑峡谷 黑峡谷很大,能统计下来的面积好比四个凤凰城 赵玉生指着一处说道 你们看,大家所知道的赵家寨便在这儿 颜色较深的地方 由于我们来黑峡谷的时间比较长,领地也比较大 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帮派组织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东北面临近鸭木城平丹谷 这儿是黑峡谷最大的山谷 山贼与山谷中的名字为名 他们的地势不仅有利于耕种,更易所难共 这些年人口发展得很快 哦,据我打探 平丹谷年轻的男子数量上万 赵玉生,你对这个数据怎么看 行子周看着赵玉生说道 这不出奇 我也了解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赵玉生轻声回应 听见这话,凤九儿来劲了 单单一个平丹谷,就有上万的男性年轻劳动力 这地方很大吗? 赵玉生拿着竹竿在地图上画了一圈 才抬眸看着凤九儿 他们主要的地盘只是一个山谷 但是事实上现在山谷后直到黑潭都是他们的领土 我赵家寨与平丹谷这一带山脉相邻 这么多年,互相没有多大冲突 不算有我好,但也没有敌对 凤九儿看着赵玉生刚才画的地方 再看看颜色比较深的地方 抬眸对上赵玉生的目光 方便问问赵家寨的兵力吗? 似乎为了一个抢人所难的问题 凤九儿有点不好意思 但他真的很想知道 而且他也必须要知道的 只是迟早的问题 据我了解,上十万 不等赵玉生有说话的机会 行子舟微微勾了勾唇说道 十万? 凤九儿回头看着行子舟 张开的口一时之间合不起来 最终他咽了一口口水 再次回头看着赵玉生等待答案 赵玉生的视线落在行子舟身上 嘴角也扬起了一丝丝笑意 看来你的信息真的很广 才几天时间居然能查到这么多 不错 目光回到凤九儿身上 赵玉生点点头 有上十万 不过一般人能查到也许只有一半 看来行子柔真的不一般哪 真的有十万 凤九儿瞪大双眸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这个数据确实出乎了他的意外 他一直心中的数字也就只有五万 赵玉传人各个英勇善战 五万很可能与一般部队的十万兵力相比 凤九儿当然愿意将他们收回自己所用 没想到居然是十万 九儿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得得到我爹的同意 赵玉生看着凤九儿浅淡了一口气 我当然明白 凤九儿抿了抿唇点点头 所以在我去赵家寨之前 一定要找到宝藏 只有让老当家觉得我可靠 也有能力守护他的族人 我的话才有说服力 好 赵玉传汉首 我们一同将宝藏找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